花东纵谷持续高温拉紧爆 气温高达了35度 让人吃不消 而夏天正是瑞穗五鹤山 蜜香红茶产季 彩茶宫顶着烈日 却仍悠然的彩茶 究竟有什么防晒防热的配报 一起来看一看 气象局对花东纵谷持续发布 陈设的高温特报 35度的高温下 彩茶宫各个全副武装 悠然热热的彩茶 似乎感受不到一丝热度 原来防晒防热 彩茶宫门 各个有罩门 用什么 你们这是特别做的吗 还是 自己DIY啊 自己DIY哦 对啊 用什么东西做 这个车子的隔热里面 哦 有比较凉吗 哦 可以盖到那个背 哦 那会不会很重 不会 一汽车隔热纸 雨伞 抖力 或者布巾等材料 自行DIY创作防晒工具 大而轻巧 几乎遮蔽住整个上半身 防晒防热 做好做满 自己边 自己想 自己做 有没有花钱呢 哦 有花 这个电影包子也买的 哦 里面这 雨伞也是买的 哦 哦 哦 葡萄也是买的 哦 阿公我家 顶着烈日弯腰彩茶 闷热天气 这一身防晒防热的行头还不够 现在人人胸前挂着小型电风扇 凉风吹得一身凉感 防晒防热达到最高级 就连老板娘也自探伏儒 老板还输他们 这个装备是齐全的 老板还是这样而已 他们都装备齐全 来请那个阿姨来介绍一下 你的那个行李的 这是那个哦 这是那个电扇哦 很凉哦 很凉 因为他们头低低的嘛 这边 头低低的啊 所以变成 那个风会吹不到啊 吹到 装备齐全 装备齐全 夏天中古高温破表 茶园老板娘啊端指出 为了维护小绿月蚀 气息环境 整片茶园 才无毒草生栽培馆里 也能适度调节温度 采茶工作环境也安全 而采茶工一身防晒消暑的格西 工作起来也能自然舒适 现在正是五鹤茶区 蜜香红茶产季 采茶之余 还能吹蜜香红茶消暑器 就算高温拉紧爆 似乎也没再怕了 记者时遇来瑞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中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